国会委员会发言人透露,TTA执行长周寿兹已同意于3月23日首度出席众议院能源继商业委员会作证,以面对来自国会对这款中国影音分享平台的审查忧虑。 值得一提的是,周寿兹曾就读于哈佛大学,且是以自愿方式同意出席作证,他也将成为听证会上的唯一证人。 至于来自国会的质疑,主要是TTA被控要与中国分享美国用户数据,并且蓄意让中国共产党可以取得美国用户资料。 此外,还可能被用于宣传中国政治或可能背后操控美国用户。 换句话说,美国人有权知道TTA将能采取哪些行动来保护美国用户隐私、保障数据安全以及保护美国未成年人不会遭到伤害。 动物讯文团队,洛杉矶报道。